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姜维平 今天是9月15日,我在多伦多 现在海外的这个YouTube网站上 每天都会发表一些各种观点的小视频 今天有个视频节目披露 他说是习近平开始接手这个顾文贵案件 好像把一些专案株的什么领导都换了 大概这个意思是说呢 这个案件目前正在朝着有利于贡贵方向发展 这个我看了以后觉得科兴度太低 这就像以前这同一个网站披露的 习近平把中央军委委员全部就地免职 一样 这些八卦的新闻都是自娱自乐 谈笑就完事了 过后呢,恐怕很快人们就会知道 这种情况,这个目前情况下很难发生 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像郭文贵所披露那样 假定郭文贵先生讲的大体是真实的 那么这个纪检控制在王岐山手里 这个公安,这些公检法司控制在孟建柱手里 外加孙立军还有这个福正华等等 你想这么大一个群体啊,环绕了习近平 习近平不可能一夜间 这个全部把这些人都换成自己的人吧 也不可能用军队去接管这个公检法司 是吧,那肯定在这个十九大即将来临 还有三四十天呢 这个非常紧迫的情况下 真的会维持现状了 他即便对这个案子不满呢 可能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 这些消息的散布啊 很可能和这个现在公检先生今天的爆料 有关系啊 好像给我感觉是互相配合起来啊 一唱一和 为了进一步展示给大家面前 这是我对关于啊 撤换钻码租的问题的啊 谈谈这个一个想法 那么第二点呢 我来谈谈关于郭文贵先生今天的啊 这个爆料第二集的第二集谈的一些案件啊 一个是雷扬案件 我觉得郭文贵先生啊 今天他从一个侧面啊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版本的解说啊 那么当然以前官方啊 对这个雷扬案啊 这个有些报道 这些报道啊 我是不相信 我也不同意啊 他们对雷扬案的处理 当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啊 发表在海外的网站上 内容我也不想重复 那么呢 雷扬这个案子啊 的确给我们的感觉啊 好像隐藏下来很多东西 这个黑幕啊 这个内幕啊 可能是比较的黑暗 有很多内情 我们不知道 那么今天郭文贵先生啊 他这个 从他自己掌握的材料 做了一个来龙去脉的这样一个描述啊 他说就雷扬 这个知道了 在无意当中 这个偶然的机会啊 知道了这个 孟建柱和他情人这些丑闻 所以呢 才被这个受到了陷害 陷害 那么 假如这个事情啊 真的像郭文贵先生讲的啊 就是因为 孟建柱和这个情人 就王方关系好 那么呢 就等于撕开了 这个中共啊 中国 这个政法啊 这个领域的一个黑暗 这个黑暗的程度啊 真的达到了一种 身手不见无止的这种 这种状况啊 他这里讲到了很多人的名字啊 也讲到了这个周小平啊 和王方 我过去也觉得奇怪啊 像周小平这个 这个根本是一个 这个 虽然是年轻人啊 他那思想观点呢 完全是实在背景的啊 这个为什么习近平 这个在座谈会上啊 和他还要 对他还要比较看重啊 而且这个人 和王方还要 还要参与这个 关于伦毅阳案的 这样一个解说评论啊 这的确是很奇怪 那么经过郭文贵先生 今天这样的披露 我觉得好像 从我这角度来讲啊 觉得有点和情理 好像 真有这个原因啊 才造成了这个 周小平啊 周小平这个走红啊 包括王方的走红 以及这个 村姐联欢 晚会上面啊 这个过去根本是 知名度不高的啊 水平也不高的 这样一个 王方 这样走红的 这样一种奇怪的邪想 那么呢 当然啊 现在这些细节啊 由于我们这个 目前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所限啊 这个很难理解 从我的角度 很难理解 像孟建柱啊 这么高的领导干 这个表面装的是 就如此的这个 政治 这个善良啊 好像坚持原则 但是暗下里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 安须杀人啊 这样一个 因此舞弊 寻思汪法 这样一个腐败分子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我用一个词来 形容自己啊 就非常的这样震惊啊 就是没想到啊 辽宁 出了这么一个王方啊 这么一个 就算是美女吧 这些地方的地方官 想把他送给 送给了这个孟建柱啊 但是他们之间 这个发展一定程度啊 成为情人之后 事情败露啊 又为了这些事情 去达到一种杀人 这种程度 这些事情的确是 很难接受 作为我来讲啊 听了以后 感到非常非常震惊啊 如果是真的 那真是临人愤慨啊 那么这是 关于这个 刘洋的案件啊 我也建议呢 国家的 有关部门啊 能够展开 对刘洋的重新的调查 既然国民危险的 已经有了这个新的说法啊 那么就不要放弃 就是说查清 究竟什么原因啊 就是雷扬自死 这里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 那些执法的警察 郭文贵先生讲说 有的根本不是派出所里 就是这个 公安的人 那么这些人 到底是真是假身份啊 如果查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 留下一些证据啊 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啊 这完全是一个 这个预谋的杀人啊 寻死妄法 情节非常严重啊 那么这是鬼述阳案啊 那么呢 下一个关于 吴征和杨岚这个 这个吴征我不认识啊 这听公文贵先生讲的这个人 过去在网上 也看到一些报道 是的 过去在美国留学 后来和杨岚认识啊 他们结婚 关于他们之间一些报道 网络上 这个舆论滔滔啊 负面新闻很多 但不过呢 对于杨岚啊 我本人和他有过一面之交 这个今天我还真 由于听到公文贵先生这个节目 我这个查找以前的资料 还真找出一张 和这个杨岚的一个合影 今天我也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 那么这是1998年 杨岚到大连 参加一个由疯狂卫视 举办的一个节目啊 叫大连有约 因为疯狂卫视属于中国 这个一个港商嘛 香港的企业啊 香港的一个文化公司 所以我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啊 是大连是教委举办的 和这个疯狂卫视举办的 也是见到了这个杨岚 因为我是香港文汇报的嘛 所以杨岚和我这个也谈了 谈了几句话啊 谈了不多 聊聊天 他给我的印象呢 当时给我印象 就是比较端庄 落落大方啊 但是也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人 好像诚服很深 这个对人呢 比较冷啊 就是说 谈话什么东西啊 都非常谨慎 感到这个似乎有一点 深不可测的一种感觉 我也相信啊 他和吴征肯定是具有特殊身份的 那究竟他这个在海外啊 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像龚辉先生讲的那样 是一个特务头子 这个从事了很多这样的 这个和国家全部有关的活动啊 一直像他讲的 整个凤凰卫视 都是一个国安部下边的啊 我是情况不了解 那么 由见到杨兰 给我留下的印象 一直到今天 公明先生讲这些故事啊 说杨兰和这个孟建柱等人呢 好像也都是有这方面一些关系 这方面不能去查证 很难查证 不过说感到啊 杨兰 吴征 他们的就是这个个人的财富的发展和膨胀啊 这个的确令人就是感到意外啊 那么 疯狂卫视这个这个媒体啊 的确是也是一个 中共在海外 在香港啊 一个这样宣传那样 一个阵地 一个窗口 就有点类似这个香港文汇报一样啊 这一点也不用去怀疑 这是我想起了 忧郁公贵先生啊 讲到刘长乐 这我想起了 呃 我的朋友就是王建民 呃 也使我更加相信了啊 就这个王建民入狱 和这个疯狂 这个媒体啊 这个刘长乐 这个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个王建民呢 后来这个抓捕以后啊 被判刑 这个有那个律师啊 还有这个王建民的家人 都曾经见到过王建民 就在看守所见到他 这个据说啊 呃 据王建民说 这个他这次入狱呢 原因就是因为得罪了 刘长乐 说怎么得罪刘长乐呢 这个王建民在海外啊 办了两本杂志啊 影响越来越大 说是使这个刘长乐 感到了这个危机 说同时呢 这个他们两个还因为一个什么原因 打官司 就这个刘长乐要告这个 呃 刘长乐和这个王建民之间啊 有一场这个民事官司 呃 这个用官部门施加压力 呃 把王建民呢 这个强加了三个罪名 判刑如狱 呃 目前王建民啊 被关押在 这个深圳啊 这个南山监狱里面 那么呃 现在我已经清楚了啊 通过公文贵先生这个爆料 今天呃 这个情节我比较可信 就是他说呢 刘长乐和孟建柱 关系非常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完全有可能 就是刘长乐 找的这个 孟建柱公安部门啊 给这个也 当然可能也找了其他领导干部啊 呃 把这个王建民啊 打入冤狱 这个今天我看这个 我就感到一点可信 此外还有个旁证呢 就是我在报道王建民 这个案子当中啊 我写了很多文章啊 就是非常奇怪啊 他的呃 疯狂卫视有一个 有一个人啊 我就不讲他名字了 过去和我是同事 呃 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他发了邮件怎么讲 他就说 呃 王建民入狱啊 呃 是因为他得罪了江泽民李鹏等 那个人呢 立了一大一大串名字啊 说是王建民 这个由于种种原因 得罪了很多 还说王建民 是这个总参部的特工 发了邮件给我 据我了解啊 这位文化界 这个新闻界比较有名这个人 呃 他是一个过去给我的印象啊 他过去在文汇报和我共识 给我印象是一个 这个少言寡语 非常 发言啊 讲话非常谨慎 这么一个人 他为什么要发这样一个邮件给我啊 我都觉得有点 呃 奇怪 那为了核实这个邮件 我曾经喝到通过电话 证实这个邮件是他发的 那么今天 郭文贵先生 感谢郭文贵先生啊 是我恍然大悟啊 让我知道了 王建民 王建民 这个有可能 是由于凤凰卫视的这个刘长乐 这个找人整他 因为既然他和这个孟建柱关系很好啊 那么这个杂志本身 呃 这个 王建民办这两本杂志啊 得罪了这个波西来 也得罪了谷开来啊 因为我写的这个波西来 这个关于波西来的一个纪事报道啊 对一部分内容啊 就是第一个发表在这个 呃 王建民办的这个脸谱杂志 可惜因为越刊赏 所以这个事情啊 是离我离开了 理清了一个思绪啊 这一点我真也非常感谢这个 郭文贵先生啊 他今天讲的话 一下照亮了我这个思索 我一直在思索 究竟是谁 整王建民 因为他说我的好朋友啊 我对老的朋友向来是不忘的 我就想帮他查清 当然 呃 再过一段时间 很快啊 一年半载吧 建民就过世 我想 他会正视这个情况 所以我今天用可能啊 就可能和刘长者有关 那么究竟有关到什么程度 这个不好说啊 将来会真相打白啊 此外再讲讲袁包景的案子啊 袁包景的案子 我觉得 郭文贵先生今天讲的事情啊 呃 他来自于他本身的 第一手材料很少 大部分都在网络上都有 因为在几年前 我写过一篇啊 关于袁包景的案子 我为袁包景的呼吁 为什么我为他呼吁啊 很简单 呃 他这个袁包景是辽养 辽宁省辽养人 那么我太太过去啊 是辽养人 所以我经常去那地方啊 还是有一些这个朋友 也有一些线索 我当时经过分析啊 我就觉得 呃 这个袁包景这个案子 很可能是个冤案 你看 一般的杀人犯啊 这个御魔杀人犯啊 被枪毙的时候啊 很少像他这种表现 就袁包景啊 一直不认罪 而且他死之前呢 在脖子上吸了一个杀机呢 啊就表明他很清白 这个当时作马呀 做了很多呼吁啊 我都看了那些资料 那么 呃 公文贵先生今天讲到了 就是这个 关于袁包景被杀呀 是因为辽宁省的李峰啊 这个政法委书记啊 李峰想抢夺他的财产 他财产当时很多呀 有一千多亿啊 我想呢 这个事情比较靠谱 但是这些来源 资料的来源呢 恐怕不是 公贵先生第一手资料 可能是他参阅了 网上这些 这些报道 那么自己也做了一些解说 那么当然李峰也好 还有这个 辽宁地方一些官员啊 那么可能是想 在元宝景这个案子上啊 这个 循私妄法作弊啊 要拿钱 主要是盯着他 这一千多亿的财产 实际上这个案子啊 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啊 这个一下子杀掉了 这个兄弟三个人啊 这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 即便是一个 就是一个他做的案啊 那只用一个人 一般情况下就一个人来担责任 结果他全部杀掉啊 那么显然 他是盯住了 元宝景当时的巨额财产的 听说去元宝景当时想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 换取自己的生命 但是已经无济于事啊 那么通过这个也可以看出啊 这个司法界的一种黑暗啊 那么龚文贵先生讲的一个新消息 就是说讲到这个李峰 在2017年1月呢 已经被抓起来了啊 不知道这个怎么判啊 李峰这个人呢 过去我在省里有些会议啊 这个场合和他也有过见面 但是没有什么深的交往啊 听说很多人对他非常恨他 因为他主管这个领域啊 制造了不少的类似的这样的案件 那么此外啊 就是龚文贵先生在这个 整个这个视频当中啊 还揭露了这个孟建柱啊 在江西啊 这些事情涉及到 比如说像苏晓芹呢 这个姚雅萍啊 等等这些故事 讲的都比较离奇 有一些部分 我觉得是比较 从我的角度啊 就比较详细 但有一些人 亲切我也觉得 就太离谱 比如说他说姚雅萍啊 帮助他去找那些小女孩 把那些红枣放到这个阴岛里面浸泡 然后送来这个吃掉养生 我觉得这个有点 太太这个离谱 太离异奇异啊 啊 恐怕这还属于这种 传言 马路新闻啊 怎么可能呢 你想这个东西真正浸泡了以后 那只能有毒 怎么会养生呢 另外这个具体怎么去操作啊 我觉得郭文贵先生这个 虽然讲起来是有些人感到啊 很好奇啊 能听得下去 但是呢 这种情况 我作为我来讲 就很难就接受 总之吧 郭文贵先生今天啊 他讲到这个中国司法这个黑暗啊 由于他过去还是了解一些情况 那么本身啊 这个经过他的讲述 讲述啊 很能博得一些这个观众的这种 认同 那么有一部分 即便啊 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已经撕开了这样一个 口子啊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 就司法领域啊 在这个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呀 这个造成了一些腐败问题 特别是一些这个熏思忘法的这样一样问题 看来他把这个希望啊 完全寄托在 就是说习近平能够插手这个 这个案件啊 也就是能把这个王岐山啊 孟建柱啊 这个孙力军这些人的抛弃 能够制裁 那么但是我认为啊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啊 这个还不是哪一个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什么 中国要加强就是这个 政治体制 司法体制这种改革啊 如果还是就是说 党管司法 而不是司法管党 那么啊 类似的这样的腐败案件 还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腐败的人 还会这个涌现 只不过情节 这个不同啊 程度不同 腐败的程度不同而已啊 那么啊 最后我也再次强调啊 就是说 我反对啊 这种 这个 在叙述这些腐败问题上 存在着这种 就是虚化 轩然啊 编造 我反对这一刻 同时我也支持啊 所有的人 就是能够啊 依据实实 揭露 中共高官的啊 一些贪腐和这个 妄法的这样的罪行 因为这有利于中国的 法治的建设 中国的法治建设啊 我想呢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 某一个人身上 还要进行啊 政治体制的一个改革 但是这种改革将是非常漫长的啊 也可能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这个 不那么令人乐观呢 那么 今天关于龚贵先生啊 这个视频节目 我就做以上的评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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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